粉丝退后两波 直接他跳了起来 老司机还剩十分之一的血量 秋名山上行程期 落地城河老司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司机 假如你有十个亿 你准备怎么花呢 在视频下播留言 告诉这些个吧 我是老司机 刚刚经历过九四一生 现在绝胎圈仅是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还是我的粉丝 基哥 我知道你躲在车后面 瑟瑟发抖 有种你出来 咱们打拳呢 听到没 他在跳拼我 而且我的队友也在怂恿我 既然你们这么逼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现在我们的比赛已经开始 老司机上去就给了粉丝一拳 粉丝也不敢说了 回了一个左够拳 老司机的血量已经见红了 老司机表面看得起来很平静 但是内心其实光了一屁 耐死了 老司机一个右够拳 直接把粉丝打跑了 粉丝退后两波 直接他跳了起来 老司机还剩十分之一的血量 但是老司机并没有推缩 挥手 淘了一拳 哎呀 没打中 看了粉丝的血量也残了 不敢和老司机正面刚了 老司机顺势追了上去 现在粉丝进入了烟雾 老司机视线受阻 不管三千二一 先来两拳再说 很遗憾 一拳没打中 像老司机想去汽车附近搜索一下 看有没有盒子 准备舔个一连棒 很遗憾 并没有 那么这时候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那就是毒神要输了 如果说两个人再不觉得的话 就会有一个人被毒死 此时两个人玩去了迂回战术 你打我一拳 我回你一拳 但是粉丝的血量一直是个谜啊 老司机连续打了两圈 粉丝都没有打下 老司机一拳进去 很遗憾 我们的老司机被毒死了 如果说你也想玩水游赛 想和老司机PK的话 那也来喜欢视频 看老司机直播吧 等你哦